三名敌人正在斗地主 你从无人机传输的画面看到后 打算给他们送一个炸弹 于是你将无人机飞到了敌人的正上方 将手榴弹扔下 手榴弹落到了敌人的面前 将他们炸死 之后你又遇见了几名躲在掩体里的敌人 你飞到了他们上空 扔下了手榴弹 结果因为高度太高 手榴弹在空中就爆炸了 于是你将手榴弹装进了一次性杯子里 挂在了无人机上 并小心翼翼地拔掉了保险箱 你飞到了敌人的上空 由于高度很高 所以敌人根本听不见动静 你丢下了手榴弹 它在接触到地面时触发了隐性 但没想到 敌人竟然立刻跑开了 手榴弹没有炸到人 必须得让炸弹 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爆炸 于是你将30毫米榴弹改装了一下 它的前部引线被改装成碰炸引线 后部安装了3D打印的尾翼 榴弹在接触到地面时爆炸 将敌人炸死 之后你发现了一辆敌军的坦克 必须得用大炸弹才行 于是你用重型无人机 携带了一枚破甲弹头 朝敌人坦克的头上飞了过去 将炸弹扔下 成功摧毁了坦克 又有一辆敌军的坦克冲了过来 这辆坦克的顶部覆盖了隔山装甲 破甲弹扔上之后 被隔山装甲提前引爆了 对坦克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于是你将一枚破甲弹头绑在穿越机上 通过图传操控FPV无人机飞行 直接飞向敌军坦克炮塔的独落后部 将敌军的坦克摧毁 你发现又有十几名敌人 在树林中隐蔽了前进 无人机攻击起来不太方便 于是你向后方的迫击炮小队 报告了敌军的位置 迫击炮立刻发射了几枚炮弹 将敌人几乎全部炸死 为了搞清楚敌人的动向 你驾驶一架无人机 飞到了敌人尸体旁边 运用钩子将敌人的对角机窃取 你窃听到了敌人进攻 要经过一座桥 要想迟滞敌敌人进攻 就必须把这座桥炸毁 但是无人机携带的炸药有限 无法对桥梁造成有效的伤害 于是你打算把炸弹放在一辆遥控车上 然后通过无人机观察操控无人车前进 这样操作员就很安全了 过了一会 车辆到达桥梁上 将其炸毁 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 战场上躺着很多伤员 如果让士兵去把他们扛回来 肯定又会产生不小的伤亡 于是你打算用无人遥控车 把这些伤兵带回来 无人车到达伤兵旁边后 让他们自己爬到车子上 在经过这些激烈的战斗后 你意识到无人机的弹药装载量太少了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往返的路上 于是你设计了一套转轮弹药储存系统 它就像一把左轮一样 当转轮旋转到正下方时 火门打开将炸弹投掷 再次旋转即可投掷下一枚炸弹 一次可以携带五枚炸弹 正好你发现了一支敌军的小队 你将炸弹一个个投了下去 将敌人全部炸死 真的好用啊 之后你在进攻敌人的阵地时 发现几名敌人躲在掩体下面 手榴弹和破甲弹 难以对其造成伤害 你看着地上的TM-62反坦克地雷陷入了沉思 你把一枚手榴弹的引线插入了地雷里面 由于手雷的引线是6秒 所以你飞到了敌军掩体的170米上空 结果敌人在你调整位置的时候 将你的无人机射爆了 你非常的头疼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飞得更高呢 你将一根PVC管固定在反坦克地雷上 并在尾部固定了一个空瓶子 用作尾翼 为了引爆它 你又在旁边安装了一个惯性引信 你操作无人机飞到了敌人的头顶 并释放了炸弹 当炸弹接触到掩体时 惯性引信引爆炸药 将掩体那个敌人炸死了 你正打算打到回府 没想到一架敌军的无人机 朝一快就飞了 将你的无人机炸毁了 就在你猛逼之时 你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人机空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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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